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闲人水语 我是水英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叫做 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 在1996年到1998年期间 福岗县一对夫妇将7名受害者监禁折磨 长达半年之久 此事件中共有6人惨遭杀害 尸体在浴室内被肢解 在用搅拌机捣碎后投入大海 然而行凶手法并不是此案最恐怖的部分 最可怕的是 主案犯是如何操弄人心 命令受害者进行互相残杀的游戏 使其精神崩溃 最终身心俱疲而死 咱们先从主犯松永泰说起 松永泰1961年出生于福岗县的北九州 家庭生活比较宽裕 在学校也是标准的好学生 但是从青少年开始 他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17岁的时候 松永泰曾把离家出走的少女带回家 最终遭到高中退学 19岁时松永泰就结了婚 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但他同时还有10个情人 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与他搭档的妻子 旭芳淳子 共犯旭芳淳子同样出生于福岗县 家庭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 与松永泰结识是高中时 但两人当时并没有太多交集 淳子为人谦和 毕业以后在幼儿园当老师 直到有一天 松永泰因为无聊翻到高中毕业纪念册 打电话给乡中的女生 而淳子就这样成了他的猎物 松永泰开始跟淳子装熟 并且吹嘘自己的事业与外表 很快就将淳子追到手了 两人的婚外情很快就被淳子的母亲 续芳静美发现 但松永泰运用花言巧语 向静美承诺会很快离婚 并且和淳子结婚 还答应婚后入赘去访嫁 然而不久后 静美发现 松永泰开始虐待淳子 她便要求两人赶快分手 但是没想到 静美自己却被松永泰骗到了宾馆 强奸了 就这样 淳子错失了离开松永泰的机会 之后还为她生了两个孩子 1983年 松永泰继承了家里的产业 开了一家床上用品的公司 为了让员工听话 据说她经常在公司的三楼奠击员工 并且搭配一些 以至幽灵在你后面这样的 怪力乱神的话 以控制员工的心许 松永泰原配也在同年 以家庭暴力控告松永泰 并带着儿子逃走了 可以说他们是此次事件中 幸运逃脱的人 松永泰经营的棉被公司 因为屡次使用商业欺诈 1992年 被警方以涉嫌逼迫罪和欺诈罪 全国通缉 松永泰和淳子两个人 开始了逃亡生活 而这起震惊全国的 连续杀人事件 就是在他们逃亡过程中的 一所公寓里发生的 松永泰为了筹措 这段时间的开销 逼迫淳子打电话 向家里要钱 一直到1997年为止 总共收到了63笔款项 金额超过了1500万日元 接着在1994年 松永泰发现了新的猎物 从事不动产中介的 虎谷九美熊 虎谷九美熊离婚以后 和自己10岁的女儿住在一起 松永借口 想与他合资成立新的公司 每天带他去喝酒 一天 趁他喝醉以后 松永泰把虎谷和他的女儿 带回家 监禁在浴室里边 对他们进行饮食 睡眠 大小便的控制 并且用电棍 进行电棍拷问 逼他向银行和亲友借钱 还逼迫他们吃自己的大便 逼迫女儿 啃咬自己的父亲 将财产全部炸光的那一天 虎谷也因为心力衰竭而死 松永泰紧接着转向虎谷的女儿 威胁他说 你爸爸身上有你的牙印 警察会来逮捕你的 然后逼他写下了 我杀了我爸爸的自白书 不仅如此 松永泰还要虎谷的女儿 协助蠢子 处理爸爸的尸体 将肢解后的尸体 扔进大海里 而这个女孩就这样被松永泰紧紧的控制了 七年之久 虎谷死后 松永泰为逃亡资金赶到交集 决定将目标锁定在续芳家族身上 打算用灭酒族的方法 将一家的财产全部清除 于是 他将淳子参与杀人和肢解尸体的事情 告诉了他的家人 为维护家族面子 续芳一家人前后给松永泰的费用 约有六千三百万日元之多 然而 当这些钱全部花光后 松永泰发觉 续芳一家再也无法从金融机构贷款 他决定 把续芳淳子 淳子的爸爸 妈妈 妹妹 以及妹妹的一儿一女都监进去了 让这一家七口都过着便棍下悲惨的事 松永泰开始对续芳一家进行恐怖统治 但最可怕的是 他自己从来不动手 而是命令谁去杀谁 他会指定谁是杀手 而谁是被害人 令人惊讶的是 续芳一家非常忠诚地执行了松永泰的杀人命令 首先遇害的就是淳子的父亲 松永泰让淳子对61岁的父亲进行电击 用高压电棍多次击打父亲的乳头 淳子亲眼目睹 父亲跪在地板上痛苦地求饶 最终悲惨地死去 接着松永泰对58岁的敬美不断发出惨烈的叫声感到不满 他担心外面会听到 于是丧失理智的淳子将母亲拖进浴室 松永泰接着命令淳子的妹夫将电线勒在岳母的脖子上 再命令妹妹按住母亲挣扎的双脚 最后在三个人的合力下将母亲活活地用电线勒死 松子的妹妹也沦为了松永泰的姓务 且每天遭受着松永泰的电击 耳朵几乎听不见了 一天松永泰把她拽进浴室 命令她十岁的女儿按住母亲的双脚 并且要求她的丈夫用电线将她勒死 妹夫在杀了两个亲人之后 精神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每天殴吐腹泻不止 在此期间 松永泰甚至要求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大便吃下去 没过多久 妹夫就因为心理衰竭也死在了渔室里 最后只剩下妹妹和妹夫的一对儿女 他们曾经是控制着整个家族的人质 但是今天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 于是松永泰命令其中十岁的姐姐 在厨房里把五岁的弟弟杀害了 然后松永泰又用电棍多次电击姐姐的脸部 最后她躺在厨房的地板上 由蠢子和虎骨的女儿用电线捆绑身体两侧 活活电死 这些尸体在浴室内被用菜刀锯条肢解后 再用搅拌机搅碎投入茫茫大海中 一个家族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一直到2002年 虎骨17岁的女儿才从公寓中逃跑出来 向警方求助并揭露了松永泰变态的罪行 而根据警方的说法 蠢子当时始终保持沉默 被松永泰洗脑的他像是土有外壳 没有灵魂的人 直到警方长达半年多的感化下 蠢子才说出了事件的始末 他说 我想说真话 我准备接受死刑 而松永泰却失口否认 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并表示 续芳一家彼此间拥有仇恨 所以他们才能轻易地杀害对方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发出过任何杀害的指令 这也是此案件最为诡异的地方 续芳一家为什么会如此顺从 松永泰的杀人命令 为什么他们几乎没有抵抗 为什么他们也从来没有尝试过逃跑 蠢子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也表示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那种异常的心理状态 最大的可能是 电击的拷问给续芳一家带来了 严重的心理影响 松永泰会用电线的铜丝 拴住被害者的手脚 脸庞 乳头 阴部的位置 在命令与拷问期间 不断地插罚连接电源的插销 使之精神崩溃 而被囚禁的一家 为了不受到通电的惩罚 竟然开始争先恐后地讨松永泰的欢心 互相背叛 咒骂 殴打 甚至杀害 都是为了躲避通电地域 却没有人想到要团结起来 进行抵抗 这种用电击建立的奴隶制度 也可以从松永泰的说法中得到验证 他说我不是要虐待他们 我只是要建立一个父亲的权威 要建立一种共同生活的秩序 虚方淳子没有也不愿意给自己做任何辩护 在法庭最后的意见陈述中 他坦诚地表示 我并不认为我的生命可以偿还我犯下的罪行 但是我希望法庭原谅我 就这样 主犯宋永泰共犯旭方淳子被福岗警方裁判所在一审中判处死刑 2007年9月26日 二审中因为考虑到旭方淳子长期受到暴力胁迫威胁 身体及精神都存在很大的异常 二审改判终身监禁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 我们下期见